凱米颱風 凱米颱風是今年第一個進入台灣的颱風 我非常感謝劉世芳部長 跟地方的首長 在第一時間都依法迅速的開設應變指揮中心 而且都是以最嚴格的態度來面對這次的颱風 我剛剛聽到各組的這個報告 可以清楚感受得到 也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得到大家的努力跟用心 不管是救災的人員 機器設備都已經到位 而且也不管是水利 電力 還有電信 包括交通 甚至於農產糧食都已經準備完畢 那應該有的每一個防災的策略 我看起來也都已經有注意到了 非常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中央應變中心每一個同仁 那也感謝地方應變中心參與的每一個同仁 我們希望能夠經由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將這次的災害能夠降到最低 因為0403的地震 所以我希望我們應變中心能夠 跟地方的應變中心共同合作 在全國土石流的淺市地區 應該要撤離的民眾應該都要盡速撤離 避免因為0403地震之後 再加上龐大的雨量造成土石流的發生 特別是在前市地區裡面有慢性病 不管是洗腎心腸病或是其他的慢性病 我們尤其要特別注意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剛剛看到 在南部地區適逢脹潮 在這種狀況下低蛙地區 我們也要非常關注 除了我們已經準備了抽水站抽水機 然後人員要到集外 也應該要更嚴格的標準 預先撤離 那第三點就是因為雨量大 所以水庫的管理單位要特別小心 預防性的水庫的這個放水 應該要事先做 否則當然水是非常珍貴 但是現在的氣象組的氣象預測 應該都非常精準 所以我們剛剛我有看到 幾個水庫都已經有做預防性的這個放水 那另外一點就是 這個颱風發生的時候 雨量最大的時候 剛好是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那我也勉勵 我們各位全國父老鄉親 在颱風期間 非必要不要出門 尤其不能夠到危險的地方 這樣的話 我相信我們整個防救災會更加的順利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全體 不管中央或地方 參與防救災工作的各位同仁 也能夠注意安全 有能夠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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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